大家好 我是Jani 不過我希望大家叫我大寶法王 也就是大家的保險法之王 言言現在在家裡除了吹冷氣以外 還能幹什麼呢? 當然就是聽法王講保險 清涼消暑又講知識 今天要講的內容可能會有一點血腥 但是大家放心絕對不會是18禁的內容 想跟大家談一談 你如果不信墜樓死亡的話呢 死者的家屬去申請意外嫌理賠的時候 被保險公司拒絕的話 對死者的家屬來講 那更是一個二度傷害 所以今天法王就要來跟大家談一談 意外墜樓和跳樓到底要怎麼分辨 保險公司如果要說被保險人 也就是死者 是自殺而不是意外墜樓的話 保險公司負證明責任負到什麼樣的程度 前一陣子發生了一個很不幸的事件 有一天晚上呢 A小姐打電話給她的男朋友 告訴男朋友說 她準備呢要開一間 美睫美甲店的創業計畫 但是男朋友從電話的那一頭可以聽出來 A小姐顯然有一些酒意 她所在的環境有很大的風聲 通話了大概40分鐘 A小姐尖叫一聲 就失去音訊 等她男朋友再次接到通知的時候呢 已經是聽到A小姐墜樓的不幸消息 在相驗屍體證明書裡面 檢察官記載了直接死亡的原因 在三個欄位裡面分別是這樣記載的 在甲欄裡面呢 她記載的是 創傷性的呼吸衰竭 在乙欄裡面 也就是甲的原因 記載的是 骨盆骨折 並和創傷性氣血胸 那在丙欄 也就是乙的原因裡面是記載說 酒後高處墜落 但是最後死亡的方式 檢察官因為沒有辦法確認是意外墜樓 還是跳樓 所以說檢察官記載的是不祥 A小姐她生前有投保的一個意外險 受益人是A小姐的媽媽 所以A小姐的媽媽 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的時候 保險公司卻去查出說 A小姐生前其實有服用抗憂鬱藥物的習慣 而且呢 A小姐曾經有過自殺的紀錄 再加上A小姐的身高不到170公分 A小姐墜樓的窗戶 離地面其實有110公分 如果她沒有刻意去攀爬過窗戶的話 是不可能掉下去的 所以保險公司認定A小姐是自殺 所以就拒絕理賠了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意外險的契約條款都有約定 邀保人或被保險的故意行為是不賠的 你自己要赴死 為什麼保險公司要賠給你呢 你要去決定是意外事故還是故意自殺 最快的方式 就是看現場法醫所開立的一個 香驗屍體證明書 裡面有兩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呢 叫做死亡的方式 有以下幾種 病死 自然死 意外 自殺 他殺 還有 不想 如果說這個時候 香驗屍體證明書裡面記載的是自殺 保險公司當然不用理賠 但是如果是意外或者是他殺的話 那意外險基本上都會理賠 比較麻煩的就是像我們今天所發生的這個案例 檢察官他沒有辦法很確定是自殺 或者是意外的時候呢 通常就會記載不詳 在這個時候呢 保單的受益人 他就有義務去證明說 被保險人死亡是意外事故造成的 那這個時候香驗屍體書上面記載的死亡原因 就是證明事故 到底是不是外來的一個有利的證據 這個香驗屍體證明書的 直接引起死亡原因裡面呢 會有甲乙丙這三項 其實要倒過來看 也就是從丙乙甲的順序來看 A小姐直接死亡的原因 丙是酒後高處墜落 引起了乙的原因 導致了A小姐的骨盆骨折 病核創傷性的氣血胸 最後造成的就是 創傷性的呼吸衰竭 這個原因呢 當然是外地造成的嘛 所以當受益人 他如果已經證明到這裡的時候 受益人的證明責任 大概就算是禁道了 在這個案子裡面 保險人到底有沒有 禁道證明被保險人 也就是A小姐是自殺的責任呢 法王要來冥想一下 法王看到了唯一的一條正確的道路 但是接下來講的呢 是一個思緒的旅程 比較燒腦 所以請大家聚精會神 聽法王講一下 總共呢 有四個項目 保險公司說的呢 是一種可能性 這個案子裡面 保險公司雖然有提出一些證據 例如說 A小姐曾經因為憂鬱症而服藥 有自殺的紀錄 窗戶的高度等等 但是 有過去的病例紀錄 不代表這次墜樓就是自殺 窗戶離地面有一定的高度 沒有經過攀爬不可能越過去 也不可能跌落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也不代表 就是A小姐自己去跳出去的 第二個部分 法王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要怎麼樣提出最有力的證據 就是要看 現場死者落地的地點 距離他所墜落的那棟樓的相對的位置 也就是我們科學上所稱的 水平移動的距離 以死者落下去的直線的高度 去反推所謂的起跳速率 這是一項科學的證據 接下來 我要跟各位介紹一個 非常討厭的數學公式 法王就是數學不好才讀法律 但是 還是要告訴各位 來 這個公式在這邊 是一個很複雜的公式 那看不懂沒有關係 法王這裡呢 剛好準備了道具 如果是意外墜樓的話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它落地的地方 大概是這個位置 但是如果是跳樓的話 因為它有一個跳出去的加速度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它落地的地點就會是在這裡 所以假設今天 A小姐是從10樓高墜落 每一層樓是3公尺的話 A小姐墜落的地點 距離樓房是1.8公尺 如果是自殺的話 從10樓高跳下來 至少都會有2.05公尺以上的橫移 A小姐今天 她的橫移距離只有1.8公尺 其實就已經不太像自殺了 如果我們再用剛才的公式 反推回去的話 A小姐的起跳速率 大概是每秒0.787公尺 所以從這個科學證據來看 就會成為它是意外墜樓的一個鐵證 法王在這裡要呼籲 生命成可貴 活著就有希望 而活著的時候呢 你如果真的某些原因要攀爬到窗壞 千萬要做好防護的措施 如果你真的有親人很不幸墜樓的話 記得一定要取得 香驗屍體證明書 以及現場的見識資料 證明是意外墜樓的最有力的科學證據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市面上保險條款和保險理賠 所會出現的各種似是而非的講法 保護雲雲眾生的權利 我來為大家點亮一盞明燈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點讚訂閱分享 並且幫我們按一下小鈴鐺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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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